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阿弥陀佛 他们到哪里去了 不会悄悄走吧 菜都是凉的了 说明他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不是说好的让他们等我们吗 怎么就走了呢 这是王老韩他们的东西 说明他们走得很匆忙 是有人逼他们的 谁啊不好说 我们要赶快追他们 走 施主 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 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伙子吗 对对对对对 好像死了 怎么死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去哪里 反正浑身是血一点动静都没了 是 laure 这 老伙 ός their 老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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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老伙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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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你们终于来了 施主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谢谢施主 慢点 施主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就是那群穿黑衣服的人 他们逼着我们 快点离开这里 后来看着我们快死了 这才把我们丢进了山沟里 我爹说了 我们走 不管他朱学雷是何人 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离开这里 过我们安静了身份 我敢肯定 您的儿子就是那个王战魁 我就知道是他 就是剥了他三层皮 我也能够认出他的骨头来 他是认了吗 那倒没有 我让牙医们打他的时候 看见了他腰成那块 扒着他的印记 我不是非得让他认我这个地 而是想看看我儿子这颗心 到底黑成什么样子了 施主 您放心 我们肯定能为您挽围他 当年我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了他 真没想到今天会遭致如此的下场 我现在终于明白空空为什么又把县令那个位子交给朱学林了 为什么 他害怕老人失去儿子 我们僧人就是劝人向善的 给每个人机会 施主 我们有办法 可以帮您劝化他 只要他敢回头啊 打上我这场老命 我都愿意啊 好的 那您就跟我去一趟掩饰县吧 恩公 还有何事 别恩公恩公的叫 把我都叫老了 对了 我有件事要麻烦你 您吩咐 过来 王爷们 我一直想请你 可是你呢 他一直不给我这个面子 哪里哪里 县太爷太忙 不敢打扰啊 听说你对我建花园这个提议 有一些非议 不敢不敢 我认为借鸡下蛋 会是这种情况 借鸡下蛋 借什么鸡 下什么蛋 我们县是个穷县 家里有钱的人也没有几家 就那么几家 家底也很薄 一下子拿出一万两银子 恐怕要倾家荡产了 今后要干点什么事情 就没什么办法了 如果从外面请来一个有钱的人 在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个园林建起来 我认为这不就是借鸡下蛋 挖驰 养鱼吗 我看你是不想出这个钱吧 我是好心好意 林宪来了一个大富豪 他准备到大法王寺去还愿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 好 太好了 我就愿意结交一些像我一样有地位的人 哈哈哈哈 夫人 奴婢上街时听到一则新奇的消息 什么消息啊 明天有个大富豪可能要经过咱们这儿 听说他很有钱 连皇帝都向他借钱 他还要上法王寺去还愿 大富豪 他叫什么名字 这奴婢就不清楚了 赶快去呀 这打电清楚了再回来 是 老爷对不起 对不起老爷 你咋也 你干什么的 好了 老爷快过来吧 小菊还有事呢 不就是装了你一下吗 来 要不你也装我一下 快来嘛 我怎么舍得装夫人 这小菊急匆匆的干什么去了 对了 我要跟你说件事 明天咱们县里要路过一个大富翁 你要想办法认识他 这对咱们的生意非常有帮助 正要此事 我正急着回来向夫人禀报呢 抓住他 千万不能露了这个大财 放心吧 我一定死死地抓住他 来 赏你个葡萄 甜不甜 甜不甜 果然这样 人要衣装 活要金装 一表人才 行了 穿上这衣服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确实像有钱人 来 施主 朝我这边跑过来 怎么过去 用你的腿啊 不要这样 这哪像个有钱人 我本来就没钱了 我本来就没钱了 我知道你没钱 可你现在穿了这身衣服 没钱也要装成有钱人 有钱人走起路来 有一个特点 特别自信 抬头请凶 撒开不走 再走一遍 好 你就不能聪明一点儿吗 看我的 看我的 你们都笑什么呢 正常人哪有你这么走路的 正常人不这么走路 那该怎么走 你是在唱戏 算我没教 你们自己来吧 对了施主 如果王丈奎他认出了你 那可怎么办 我就说哥 你忘了在老家时 咱们父子三人在一起厨地 嫂子送饭来了 你把厨头往地上一说 叫我们吃饭 结果厨头倒了 砸破了瓦罐 豆粥留得满地都是 我们只能在那里捡豆子吃 不行 你这样说不就露馅了吗 那我怎么说 你这样说 怎么还没到 是啊 都快正午了 老爷会不会搞错呀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这边有点像 就是就是 应该就是 敢问是上法王寺还愿的吗 外面兰教何人哪 我们县太爷仰慕已久 有心结识 特遣赵某在此恭候 恳请阁下赏光 前往县衙一续 蒙大人一番美意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多谢赏脸 有请 好 太好了 成功一半了 小师弟 你别高兴得太早 才刚刚开始而已 大师兄 难道你没听说过 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吗 话说得很好 但是他胆子太小了 我怕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败下阵来 我看也不太乐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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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本官已经备好乡名 请阁下入内小子 刀肉 你 你 我是洛阳大虎豪王寺豪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 因为我是大富豪 见我的人都这么说 里面已经备好韭菜为你接风洗尘 多谢 请 这谁 这么眼熟呢 就是 我想想 我这个酒特别的好 您可一定要多喝一点 你瞧瞧 你们远道而来 辛苦了 来 我再给你满着 怎么是他 我也不知道 前几天刚把他送送来 怎么一转眼 一夜间就变成个大富豪了 就是骗子 也不敢来第二次 可是你看他手上戴那颗大金溜子 还镶着宝石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戴得起的 老爷 他是不是你兄弟 我也说不清 我明白了 他肯定是你兄弟 上次来 他是故意装成穷光蛋来试探你的 有这可能这么个兄弟 你一定要认 这么有钱 关键怕他不认我 来 再来一杯 怎么样 我这个酒香不香 香 那就多喝几杯 不然 给兄弟倒上酒 我要跟我这兄弟多喝几杯 今天喝个一醉方休 是 老爷 我一看见你 我就想起了我一位弟弟 你有个弟弟跟你长得很像 我也有个哥哥和你长得很像 是吗 我和弟弟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你弟弟是干什么的 听说 是个大富豪 我听说我有个哥哥也在做县官 我弟弟也叫王湛豪 可惜你不是我哥哥 他叫王湛奎 怎么这么巧 我就叫王湛奎 你不是叫朱学林吗 我现在叫朱学林 我过去的名字叫王湛奎 他都这么巧 怎么这么寸 我十三多年的弟弟让我给找着了 弟弟 弟弟 果真是你吗 果真是你吗 难道说你就是我们家老二吗 可不是吗 大哥 哥哥 那年你手势弓连枪杀了草兵无数 攻陷瓦灌尘 可惜跑了周将军却拿住了斗鸳去 我敢找着你了 哥哥 别难过 别哭了 哥哥 弟弟 看不出来 思思文文的线链竟然还功勋彪比 打过头匪 真是人不可貌相 你还是不可抖眼了 兄弟 这么多年 你去哪儿了 家的兄弟好心疼 真感动 来 大哥 好兄弟 赶紧喝一杯 真不容易 兄弟 你怎么能给我倒酒呢 我得给你倒酒 来 真不容易 来 大哥 真不容易 喝酒吧 不行 有多热点了 想你 想你 来 来 来 这么多年 你到哪儿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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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你这么快就认你弟弟了 什么叫认弟弟 你本来就是我弟弟 管得正弟弟加弟弟 只要有钱就是好弟弟 兄弟 来 喝喝喝 都吃点菜 喝点酒 来 二弟 你是怎么发达的 为什么如此之快不可思议 大哥 你是想听真话 还是想听假话 那还要说吗 当然是真话了 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 意外我看见一面小螳螺 一群猴子围着它嗷嗷直叫 天上就掉下来好多果子 猴子们就吃得饱饱的 我就奇怪 我跟着这群猴子 趁他们不注意 就偷回了这个小螳螺 只要念咒敲响它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小螳螺 那不是天下旗袍 你说的这是假话吧 真的 这怎么可能 只有在农村那些老头 给孙子讲故事的时候 才能编出这种瞎话来 现实生活中 怎么可能能有这种事 我真没骗你大哥 要不然兄弟我能发达的这么快吗 既然你发了大财 那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我们可怜天下父母心 爹是怕你在外面受苦 所以让你回去跟我们一起享福 好了弟弟 你就在这好好地多住些日子 随后我就把老父亲接到这来好不好 好 哥哥 来干了 来 干 吃菜 你回去吧 是我们家老爷让我来陪诊的 什么 我们家老爷怕你一个人寂寞 你回去吧 下去吧 老爷 希望你不要记我的仇 我也是替官府办事 是我们当差的身不由己 没有没有 你也回去吧 谁呀 是我 空空师傅 施主 你今天喝多了 我也没办法 只想快点结束 可是那个桂花拼命敬酒 好了 我们第一步已经实现了 现在第二步是要让他认你父亲 谢谢空空师傅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多问了 只管记住 明天装病就行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兄弟呀 我早就说过 我是大户人家 我是大户人家 今天我们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这个不重要 那么什么才重要 你们的兄弟情重要啊 把它留在咱们这儿多住两天 你们兄弟俩好好叙叙旧 怎么样啊 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 你敢不听我的 你那个你你也不要逼我啊 朱学霖 你之所以有今天 是我花姐姐用银子 一点一点堆起来的 咱们俩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离开我什么都做不成 听我的 快把他们两个接过来 那什么 我 我们就把他们放了吧 哟 还动真情了 我就喜欢他们的钱 等什么时候把这些钱 变成我的钱 我就放了他们 夫人这个我 什么这个 哎呦 老朽这一辈子 也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 来 施主 走两步试试 老施主 您快起来 没事吧 慢点 我穿这身衣服 没事吧 连道都不会走了 来 您直起腰来 看我走一遍 直起来 施主 就这样 小师弟 他们还会来吗 一定会来的 除非王施主的表演失败 让他们看出了破绽 那不是全部的关键 最关键的是 小唐螺只是个传说 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除非他是小孩子 你错了 我怎么又错了 你忘了一个关键所在 什么关键 一个真正贪心的人 他不会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 小唐螺这件事本来就是个传说 我弟弟就那么一说 你可倒好还真心了 我原来就听说过这个传说 他万一又是真的呢 老爷 客人今天病了 起不了床 怎么个事 不知道 昨天还好好的 哎呦 那咱们得赶快去看一看 可不能在咱们家 出个三长两短的 哎呀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那怎么行啊 我是他亲嫂子 弟弟 弟弟 弟弟啊 弟弟啊 弟弟 别别别别 哥哥 我浑身没劲 去把我的随从都叫来 不要在这给你添麻烦 添什么麻烦 你是我弟弟我是你哥 照顾你我是应该的 就是 我们马上去给你找医生 不用了 我必须起来 今天爹过来 我要去接他 别别别别 你躺好躺好 父亲要到了 哎 我去接 我去接 我去接啊 父亲要到了 怎么还不来啊 怎么还不来啊 哎 来来来来来来 海儿王湛奎迎接父亲 老太爷说了 到朱棣再说 海儿给安排在县衙内室内 这是前衍这些最好的房子 老太爷说了 大儿子失踪这么多年 不知道面前站的是不是他儿子 是 是啊 快快快快 哎 我确实是您的儿子王湛奎 当初我离家出走 对不起您老人家了 我现在给您赔不是了 儿啊 我的奎儿啊 哎 错了错了 再为难为难他 老爷说了 你凭什么证明 你就是他儿子 哎 老爷 我是您的儿媳妇桂花 为了表示我们对您的孝心 您就踏着儿媳的背下来吧 还是踏着儿子的背下来吧 哎 哎 哎 没想到咱们仙里还是个孝子 洪洪这个方法真好 现在全县的人都知道 县太爷有个父亲和兄弟 也知道他是个孝子 现在他不孝都不行 不认都不行 哎 快点儿 去扶一下你 其实这是给县太爷 一个养好名声的好机会 就看他会不会抓住他 爹 赶紧吃菜吧 爹 你为什么哭了 爹是激动的 二爹 你病好了吗 一看见爹我的病就都好了 儿媳桂花 见过父亲 这 这是老大媳妇 她就是你的大儿媳妇 哎 父亲 您看什么呢 我 我怎么看 你不像个正经人家 呦 爹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爹 他是知道你老人家今天要来 专门来迎接你的 你们官府里接待客人 就是这样的打扮 爹 快吃饭吧 坐吧 嗯 谢 哎呦 这么多好吃东西 哪儿吃得了啊 爹 您住在这儿 我天天给您做好吃的吃 我不好意思 听说县衙里天天摆宴席 全县的人都知道县太爷是一个孝子 他 他为他的父亲接风 吃好的 喝好的 我们几个却在这里天天地画园 真是太不公平了 那你说 宴会上有几样你能吃的 不是吃东西 那是什么 说不清 反正也有点六根不敬 我一心向佛 哪儿来的不敬 他们留在县衙里已经有六天了 按照推算应该会出一些事 什么事 一点小麻烦 我们要赶紧救他们 爹 我在这里吃的都不想吃了 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感到反胃 你哥哥还不错 看来还挺有孝心的 才不是呢 爹 他是因为相信我们成了大富豪 所以他才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要是穷光蛋 他能理我们吗 也许是你哥悔悟了 我没看出他有什么悔悟的样子 肯定还别有所图 不要把人看得那么坏 问题是那个女人 他肯定是个坏人 好 父亲 弟弟 这两天你们过得还好吗 谢谢你 谢什么呀 战魁呀非常的孝顺 他把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都拿来给你们吃给你们喝 就是他也不管家里有没有 总之他是要孝敬您的 他是个好孩子 我以前可能是误会他了 就是嘛 弟弟呀 不过你哥跟你可比不了啊 你是这儿的大富豪 你们家里的银子满地留的都是 可你哥只是个在官府当差的 就拿那么点俸禄 你瞧 这不才几天都已经花光了 唉 我都在想啊 你们走了 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我不是跟你们叫苦啊 弟弟啊 嫂子没出息 可能是跟你较点苦 你也要多担带点 这次出来没带几个钱 我知道 我还知道 你身上有一个神奇的宝物 嫂子 好了 拿出来让我看看 你让嫂子长长眼 怎么了 嫂子又不是外人 嫂子又不是外人 嗯 这样吧 你让我想想 想好了我告诉你 好啊 那我可等你的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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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这些女人 很严肯 我多惹 得不得 我们已经打照面了 下面该怎么办 和尚们终于来了 这正需要你们的 空空说的这么准 什么这么准 他说你需要我们 就这儿吧 五悔师弟 你爬树上去 好 五悔师弟 哪能爬得上树 来 五悦 上树 今天晚上我有好戏看了 我们这生意的本钱 就要收回来了 可我心里有点不踏实 怎么不踏实了 你看啊 咱们现在这官啊 做到现太爷了 你说这官大吧 他也不大 这官小他也不小 这一辈子也够吃够喝了 别再想外门邪道的事了 笨蛋 你这官是花钱买来的 你万一哪天漏了馅 你不是前功尽弃 什么都没了吗 还不赶紧趁现在这个机会 捞一把走人 老爷 老太爷请你们过去 怎么了 说是要夫人和老爷看一样东西 我们成功的机会到了 爹爹 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找个没人的地方 你拿了宝物也不表演 你去没人地方干嘛呀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 像以齿焚身 磅阴猪抛体 我若拿出来 让歹人看见了 将来岂不招致大祸 二爹 你可真行啊 你能懂得这么多道理啊 哪里哪里 我再怎么样 也赶不上大哥你 任凭你们兄弟再行 也逃不出老娘的手掌心 喂 那边好像有人来了 快藏起来 快 大兄弟 还要走多远 到了没有啊 到了 前面就是 就在这儿 这东西很娇气 可不能乱摸 是 是 好了 快开始吧 好 对对对 轰巴拉巴轰 请赐些鲜花吧 这怎么可能呢 官人 这真的是花啊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哎呀 弟弟 你真能干 你能不能再来点别的 好啊 轰巴拉巴轰 请赐些花生吧 还真是花生啊 真是花生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这个啊 我不相信 对 除非你掉下了银子来 对啊 眼见为实 那个 你能倒钱吗 倒钱倒钱 轰巴拉巴轰 请赐些钱吧 这回倒钱啊 呀呀呀 这真是钱哪 哎呀 真的是钱 真的是钱哪 这真是太神奇了 哎哟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我想不佩服你都不行了 快别这么说大哥 我只是运气好 不像你 那才是真才是学 嘿嘿嘿嘿嘿哪里哪里来 你厉害 你厉害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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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试一下吗 这是我的宝贝 那怎么行啊 拜托了嘛 咱们不是一家人嘛 这要不你接着让他敲敲 好吧 看在我哥的份上 借你敲一下 只敲一下 谢谢谢谢 红巴拉巴哄 请赐我一些珠宝吧 怎么是些石头啊 怎么是这儿 大嫂 你口诀念错了 所以才掉下了小石子 你不是就这么念的吗 我念的是红巴拉巴哄 你念的是红巴拉巴哄 红巴拉巴哄 红巴拉巴哄 行了 别试了 爹爹 你让我再试一次吧 别试了 大嫂 就一次 可是 兄弟 你嫂子从来是不求人的 现在既然开口了 你好意思不答应她吗 好吧 最后一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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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巴拉巴哄 请赐我珠宝吧 宝宝 手 这什么玩意儿 蛇 蟹子 别跑 等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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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好做了 接下来我们就好做了 你都走了这么半天了 还走啥呀 你赶紧上船安寝吧 不是 我还是不明白 他怎么就能掉下来那个蛇和蝎子来呢 他怎么就不可能掉下来蛇和蝎子呢 肯定是你口诀念错了 我没错呀 我是照着他那样念的呀 你怎么念的 哄巴拉巴哄 错了吧 不是哄巴拉巴哄 是哄巴拉巴哄 哄巴拉巴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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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哄巴拉巴哄 你咋这么笨呢 不是哄巴拉巴哄 是哄巴拉巴哄 你错了 你错了 应该是哄巴拉巴哄 谁呀 大哥 是我 穿上衣服 来了 马上就来了 大哥 没有打扰你睡觉吧 没有 来 请进 父亲还好吧 父亲还好 他让我告诉你 他想今天离开这里 到法王寺进过乡之后 就回南洋去 为啥 难道父亲不喜欢这里 父亲一定要走 好 你先回去 我马上就过去 好的 好 父亲要走了 一时半会儿怎么就走了 宝贝还没到时候 怎么就走了呢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我 你在嘀咕什么呢 一个人念念叨叨的 我是说呀 咱们不能就这么放他们走啊 那你还要想怎么样 老头子要走 表示心里有气 你非要让我去挨顿打 要是能把他留住 这有何尝不可能吗 你 怎么了 我真不知道你现在居心何在 你这人怎么好坏不分呢 我叫你行孝道也有错啊 什么时候你发起慈悲来了 可拉倒吧你 别给我整这些假慈悲了 你 我怎么的 怎么的 怎么的 好 我不跟你吵 赶快赶快想办法 怎么办呢 一定是父亲想起以前我对他不好 所以生气了 这人一生气呀 说不定他 他 这就好办了 父亲去请罪 先安慰安慰老人家 让他消消气 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什么意思你 你非要让我去挨这个揍 是不是 这舍了才能得呀 去去去去 相公 啊 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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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不来啊 这说了你就进去了 怎么这么笨呢 爹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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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来父亲请罪了 他也来请罪了 我之后错了 这是真的 我不是在做梦吧 爹啊 站魁已经知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原谅他吧 你 你这个孽子 爹 你要打就打我 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替他受着 你又没有犯错 我为什么要打你 爹 只要你能消气 我愿意带他受过 你要怎么打都行 让开 否则我可真打你了 你打吧 你 你这不是为难爹吗 阿弥陀佛 我 空空师父 虎海无边 回头是岸 令狼既之悔改 您就原谅他吧 又给他一次机会吧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看在三位师父的份上 我就饶了你这一次 还不快 谢三位师父 谢谢三位师父 谁有源头 树有根 做人不能忘本 否则 连骑着步走 打着盗走的畜生都不如啊 还是知道了 会记住爹的信誓呢 爹呀 我也总是这么劝他 可是 战魁他不长记性 爹 您大人有大量 不与他计较 否则 战魁会后悔一辈子的 是 而且我也不会原谅他 对 老师主 你们一家和好如初 可以共享天伦之乐了 是啊是啊 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 嫂子不嫌弃我们了 弟弟 瞧你说的 我又不是你大哥 只要你们愿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爹 那太好了 咱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爹 您就不走了 好 那我就不走了 恭喜师主 奇怪 这群小和尚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怎么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办 你笨吧 先把那个宝贝小螺弄到手啊 哦 对 多吃点啊 好好好 这菜太多了 别让厨房再做了 没关系 这是桂花力点孝心 菜多才够诚意 你们多冻筷子啊 多吃点 这 这 这不是浪费吗 再说桌子上也摆不下呀 摆不下没关系 咱们可以别起来呀 大哥 这么多菜 请嫂子一起来吃吧 别管他 别 来 来来来 轰巴拉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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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天这么吃吃喝喝的 这家里的存活吃得差不多了吧 哎呀 舍不得孩子怎么能套得住狼呢 轰巴拉巴控不快 你说什么呢 我说 咱们那个生意要投资 然后才有回报 你想得到什么回报 当然是那个小螳螺呀 你有它多好啊 你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干 只要往床上那么一躺 想要什么 什么都来了 那个玩意不是谁想当一下就来什么的 人家不是正在念口诀吗 哎呀 你不用管那么多了 到时候听我安排就是了嘛 哎呀 好吧 好吧 对了 一会晚上啊 你带他们去夜市 吃点夜宵 散散心 那正餐的吃不够还吃夜宵呢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干嘛跟人家这么说话嘛 哦 怎么了 你家里人多 你翅膀硬了 可以就不听我的了 不是 你这 好吃也行 嗯 这才是我的好乖人吧 现在就去吧 还早呢 天还没黑呢 早点准备嘛 去吧去吧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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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山的牛鸡 阿弥陀佛 菩提心 他的世界 他的世界 多透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物皆为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的天长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是小公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要靠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天天皆赞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老老百姓 宋舍那边有个和尚 他是小公公 把我私里做事相信也有连功 老人孩子奶人女人都是有缘人 皇帝百姓夫人穷人皆温柔太命 他都在喜好忙 慌慌回地又开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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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皆为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物皆为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是小公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要靠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长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老老百姓 宋舍那边有个和尚 他是小公公 把我私里做事相信也有连功 宋门带月地 用几年都是佛季经 圣光圣佛 舍利佛 他继心的神功 他日夜宋世的身外 才能坚持 他抗亡三日 穿过梦衣 无数大人生 他说句 他说句 小沙咪 他是句 他是句 大英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物皆唯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长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是小公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要靠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长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了老百姓 他有一颗 他有一颗不记性 他让世界 他让世界更透明 他说句 他说句 小沙咪 他是人间 他是人间 大英雄 阿弥陀佛